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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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就正式開始囉 我們就正式開始囉 我們說拍你當搞小人 2020年不搞小人和搞白動 這個病毒確實是厲害的 這個一擴展下去 連我們最常 面對面的一個 課程方式RTC 都不得不改成線上的講課方式 我不確定你現在是 跳著二郎腿在邊喝咖啡邊聽 這個是看不到 也是挺有趣的一種現象 一種想像 對我來說就是比較可惜 因為有時候講課需要 面對面是因為我要畫畫 我要更有趣的講課方式 甚至有朋友跟我私訊說 你改成這樣 那我就不就沒有鬼故事聽了嗎 這個鬼故事的事情 我們就可以有機會再聊吧 因為這兩年 其實我從18歲之後 就沒再看過了 本來是很慶幸的 但是這幾年往中國大陸跑 碰到更多詭異的事情 有機會再跟大家分享分享 那 我們今天呢 就不講鬼故事啊 線上課程嘛 說不定你有錄音對不對 到時候老闆說 我怎麼不講課都在講鬼故事 那也不太好 所以我們鬼故事就省下來了 那今天的課程主要是 以半數位做車燈這樣的應用為主 那我選用車燈呢 並不是說半數位只能做車燈 而是我在車燈呢 在幾年來有一些實物案例上 我覺得它有有趣的地方 有挑戰的地方 酸甜苦辣都有 那我希望藉由這樣的一個 車燈的應用 來做一個掩飾吧 或是說會有一個示範 如果你要用半數位 然後假設你的題目是做車燈 那你的題目可能是別的 那這樣的過程呢 你大概會有什麼東西要注意 然後這門課能夠給你一些啟發 更多的想法 更多的創意 因為用了半數位 不管是半數位 其實跟全數位 概念都一樣 就是要A on value 說得快的就是 你好地住 對吧 設計一個產品 關鍵不在於你能不能做出來 而是關鍵在於你能不能做得比別人好 這才是我們一般做產品 所需要注意的事情 那今天呢 一個agenda 就是我們先講到車燈的部分 剛剛我還是強調一點 我們並不是說 這個東西只能做車燈 而是我用車燈的當一個範例 因為車燈的挑戰非常有趣 那我們透過這樣的一個平台方式 這樣的一個概念方式 來接受這個挑戰 來解決問題 在別種應用還是可以的 其實我做在這種半數位的第一個案子 其實我是做半數位 PFC的 所以他連PFC都能做 對不對 車燈當然是一定是可以的 那第二個我會講一下 半數位到底是怎樣的一個概念 然後他如果拿來做電源 他能不能幫我們處理哪些保護功能 然後還有特殊功能嗎 這邊我會介紹一下 然後有什麼板子可以拿來玩一玩 搓一搓按一按呢 這個就是我們DemoBo 會稍微帶一下有哪些 那有些有賣有些沒有賣 沒有賣的呢 你就是找我們當地的FAO Sales 聊一聊 跟他借一下 那他沒有他會跟我借 那還有食物案例上 半數位 有哪些的參考嗎 那有 我就列幾個 不多 因為這個時間有限 我們列幾個 讓大家有一種概念是 原來他不是只能做這個 還能做那個 還能做那個 那種概念而已 那最後呢 我列幾頁給大家備查用的 這邊我去備它 就是你如果要開發這樣的平台 Microsoft提供哪些 產品啊 哪些的開發工具啊 就是在這一個章節 會跟大家做介紹 在傳統的電源呢 我們 通常就說 大概可能會找一個 esker 來做一個pulseprime 然後呢 我可能在設計上 可能要加一個通訊啊 或加一些 比如說 計時啊 甚至 有些部分是要做 更複雜的 應用 需求 可能會需要 那我就DSP吧 所以 在以往呢 不是類比 就是全數位這樣的一個概念 那 可能有時候就開始想一個問題啊 那有沒有一種機會 產生 在這兩種方法之間呢 因為既然會分成這種兩種方法 它其實相對有點極端喔 類比就是簡單 便宜 然後 都不用寫程式 然後全數位呢 什麼都要寫程式 但它就是彈性 相對可能會貴一點點 在IC比IC來比的情況下 所以有沒有一種方法呢 讓我在設計過程中 簡單一點 跟類比一樣 但又有數位的好處呢 所以 MicroTuber 就推出這樣的一個 產品類別 我們叫做 Hybrid Power 那這個Hybrid Power 分兩個系列 一個是用Pic做的 一個叫Depa Depa也是屬於 不太需要寫程式 但是它可以寫程式 那你也可以買那種固定的 然後紫色參數也可以 但是我們就稱為叫做Hybrid 就是 ASC裡面放了MCU 在裡面 然後可以做很多有趣的事情 那多有趣呢 就是它希望保留 有類比這種 高速的計算能力 還有獨立的保護功能 那它也希望有數位的好處 因為數位呢 它的控制是彈性的 然後可以自我檢測有沒有故障 然後real time 去調整一些東西 比如real time 去調整它的輸出電壓 real time 調整它的輸出電流 甚至 比如說過充保護電壓 假設你有做恰久 我這個高溫情況下 我要怎麼充電 這些都是可以動態調整的 所以我們希望有這樣的一個平台 那這個平台呢 在車燈的話呢 有什麼應用呢 就是我們這個 這堂課主要的部分 那首先我們就以車燈來做一個 那假設這是一個很典型的 比較high-end的車燈 比較高檔的車燈 那這個車燈呢 它必然會需要 比如說從右邊開始看 這邊是一個LED燈串 那LED要亮 就需要一個定電流的 Driver Board 這是我們的LED的Driver Board 然後Driver Board 需要有人告訴它 那該怎麼亮對吧 然後怎樣的一個序列方式 這些控制呢 它希望 還有一個 在這個燈座裡面呢 會有一個主IC 就是說 燈板上一般 一般傳統來講 是一個類比IC 然後類比IC 會需要一個MCU 或是一些 那小小的埋控來做控制 然後這個埋控 會對外 對車體 就是它的ECU 就整個車子 來做一個 來接收什麼 現在車 LED啊 該怎麼亮啊 比如用IO來做點亮 或是反過去 跟外面說 我這燈有壞了 然後可能更複雜一點 透過CAMBUS 或LIMBUS的通訊 對吧 然後呢 自我也要去檢查 LED的 對車是在放電 那 電池電壓如果過低 那要關嗎 這樣的判斷 這些邏輯呢 都在這個車燈裡面 所以這個車燈就會需要 一個 三個主要的東西 一個是 LED光學的東西 還有LED的驅動板 還有一顆MCU 做對外的通訊 那 因為有 有這樣的一個 high-end的機制在啊 那我們大家都對於 這個 LED的燈呢 就會越來越要求 它的一個 Performance 那比如說 對於故障的安全 的操作呢 它會 會開始有一些想法 然後要求要怎麼樣的去應付 故障安全的問題啦 然後呢 盡可能的讓我的電流 比如說 不要Spike 讓我的LED的壽命呢 可以更長 然後呢 溫度過高 程度上的Delighting 讓我LED的壽命也是更長 諸如此類的 功能跟想法 就會越來越被賦予這個燈 燈上 然後對於色溫的要求呢 就會變成要求要非常的穩定 然後呢 對於 LED的 這個亮度啊 那一定要要求 一定要達到 這個Spec 然後 最後兩個呢 就 大家一定 肯定可以想像了嘛 不能閃爍 然後 倒數第二個是不能閃爍 最後一個是 它也是閃爍 但它不是滅掉的意思 Flick是滅掉 Vision Stick 是說 Static 它是在 靜態的情況下 它 好像有一個波紋在上面 比如說我們常講的 眼睛如果你看那個 看我們家裡的燈啊 可能會有120Hz 那種 那個 那個 一個 一個 亮 稍微滅一點 再亮一點 再滅一點 然後那種 那種 蠕動現象啊 那個不屬於Flick 但是它是屬於一種 它不是間缺性閃爍 但是它是一種 也是一種閃爍 那個都是在 比較高檔LED 是不可以被接受的 那你可能會想啊 那看起來沒什麼啊 都很基本啊 那我以前在第一次做車燈的時候 也是 啊 面臨第一個挑戰就來了 我 我在幾年前 第一次接 接觸 車燈客戶 然後我去 跟他們 試著去理解一下 欸 車燈在做什麼 我就好奇去 去跟他們 做了幾個案子 然後呢 本來做得很順 結果 在 送樣的時候 一一被打槍 那我就搞不懂啊 奇怪這個 RD不是常說嗎 昨天好好的啊 怎麼今天就不行 然後去仔細的推敲才發現啊 因為我 我不是這個行業的 所以我不懂 在測試的時候啊 原來它在輸入端 會打入 比如說畫面上這幾個 各種的波形 那這些波形呢 就會製造一些 很多的麻煩出來 比如說 我舉兩個例子 第一個 我現在畫面上 圈起來的這個波形 這是我在做一個 日本車燈客戶的時候啊 我就被它 差點被搞瘋了 它會在我的輸入端 打一個幾百赫茲到幾MHz的東西 在我的輸入電壓上 那這個電壓打進來 那到無所謂 我就去處理它嘛 但關鍵在於 這個行業打進來之後呢 燈不能閃 也說低頻不能閃 那高頻因為我頻寬不足 所以處理不了 那到無所謂 那這個問題就不大了 因為我的頻寬足以能夠 處理眼睛看不到的頻率就好了 結果它發現一個問題 因為我去處理它 也說我電壓變高 我的Duty就要縮小 去跟它做抵銷嘛 那這一來一往 就變成說我的Pulse Bride裡面 就會有一個能量 是相反的 去 讓我的輸出是不會震動的 或是震盪的 這個本來燈就好好的 設計都沒問題 結果呢 這個客戶的測試方法非常神奇 它在我的Pulse板子上 旁邊 不能說板子上 它的旁邊放一個麥克風 去收這個音 就是收這個DV值 那 因為我去反應它 我的Pulse Bride 是相反的 因為要去抵銷嘛 那有電流 大家都知道 磁式升電 電升池 然後就產生一個 電量的頻率存在 然後就會製造一種噪音 然後這個噪音 只要被麥克風收到 那這個板子的設計就失敗了 這叫做一個很大的麻煩 因為要不有聲音 可是如果我不去處理它 它就沒有聲音了 我讓它流過去就沒聲音了 問題是我的燈就會閃 所以變成一來一往 我們就用一些MCU的技巧 去偵測這個輸入電壓的變化 讓我們的這個濾波效果 做一點改變 不同的頻率有一點不改變 來解決這樣的一個問題 然後還有一些問題 包含說 像這個 左下角這個 這個也是一個困難 然後ColdStar 也是一個困難 因為這種東西是 它電壓瞬間會降很快 那降很快 我們燈如果要不要閃 速度就要快 可是速度一快 電流就會大 會燒LED 所以這樣的一些挑戰 就讓我們 傳統的類比設計 就會變成很麻煩 當然有些人說 那我還是可以啊 可以啊 比如說我電流要大 那我就用更大的MOS去撐過它 那也是可以喔 但是這樣的成本增加 在車燈的應用上 就會變成更多的挑戰出現 那Anyway 所以 因為有各種不同的輸入電壓波型 讓這個車燈啊 變得非常的難設計 也變得非常的挑戰 也變得非常的有趣 所以我特地拿車燈來當 半數位的解釋平台 就是希望大家可以理解 車燈這麼複雜的應用 雖然它是很便宜的東西喔 但是其實它的設計是非常的複雜 複雜 然後極具挑戰 所以我拿這樣的應用 是讓大家可以理解說 喔原來這樣的東西 你如果用氛圍去解決它 事實上 它 在其他的應用上 那就更具價值了 所以各種的需求的情況下呢 我們對於 硬體啊 當然會更有挑戰 那軟體呢 那就更被要求更多更多的功能 比如說LED的故障偵測啦 LED的型態啊 還有病 病就是我對於這個LED的色溫 還有電流這樣的一個設定 我換了 一台幾百萬的車 你總不希望買回去 左邊的車 左邊的車燈偏藍 右邊的車燈偏綠 那不就脫汤了嗎 所以 在這樣的情況下 他們就會在車燈板上 打一個所謂的病電阻 病不是病年的病喔 是BIN 病電阻 然後呢這個病電阻MCU 就會去讀他的組織 然後來判斷我要打多少電流 來讓我左右兩邊的車燈的色溫是一樣的 或是甚至有些更複雜 可以做到亮度也是一樣的喔 就是亮度的補償 那包含LED色溫的量測啦 這個比較常用的是五台燈 還有雷射燈 那還有燈 在過溫的時候 如果不想關掉 要做一定程度的那個 降亮度 但不要關嘛 這樣的應用也是需要軟體做幫忙的 那更複雜當然需要通訊 也一定是MCU要幫忙 那在Safety呢 是目前最夯的一個話題 那 比如說有些要求要從SLB到SLC 那在Flash跟RAN呢 還要能夠自我檢測 比如說我call寫好了 每天這樣runrunrun 你怎麼知道他的call 有沒有壞掉 我說的call不是BUG喔 是說你有沒有可能有一個某一個位置已經壞掉了 你還不知道 那會不會造成危險 這樣的東西也是 啊 開始被 被檢討 然後按規開始規定這樣的東西 然後在 故障的檢測上 或故障的處理上 它是不是一個獨立模組 會不會受軟體干擾 比如說軟體沒有去檢測到 然後這故障就被忽略了 這是很危險的喔 然後現在目前Driver的狀態 要 要 要能夠怎麼反饋 能夠讓系統知道這個燈是怎麼樣的狀態 所以 對於軟體的要求啊 其實是 日以俱爭的 接下來我們簡單的介紹一下 半數位 Power LED Driver 這個控制平台 那呼應前面說的 嗯 LED車燈的Overview 所以可以看得到 一個整個 我們半數位想做的平台 就是像這樣子 就是 我有一個 嗯 LED燈板 然後這LED燈板呢 需要 上面有一個PulsePride 那這個PulsePride 我需要有一顆 一個ESC 我們現在不是說MCU好了 我現在有一個IC 它可以控制這個PulsePride 那因為我需要 一些檢測狀態 要對外輸出 所以我可能會需要一些通訊介面 或是IO介面 或是一些類比介面 然後我可能需要量電壓 輸入電壓 或其他的類比訊號 所以我需要一些類比的量測 或類比的控制訊號 所以這整個整合在一起呢 我們希望有一顆IC可以處理 那我們就是在這樣的結構下 我們去定義這樣的IC 那這就是我們所要呈現的 半數位LED driver的概念 那在這樣的概念裡頭呢 這MCU就會直接去控制PulsePride 所以它就會跟一些架構 就會有一些關係 那傳統來講 一般都是你選好架構 然後去選擇 某一個廠牌 然後它可能哪個IC 可以控制這樣的架構 這樣的選擇方式 那半數位 或是說混合型數位 Hybrid 這樣的平台 它就有一點點不太一樣 因為這裡面的線 我們等一下會說到 這些線是你去設計 你去接的 所以它可以根據不同的 電源的結構 電源的架構 做變更去配合 所以它這個順序 有一點不是那麼重要 你可以先天馬行控的 想要你要做什麼 然後再去看我們裡面的周邊 是不是足夠 或是能不能接觸這樣的線 所以它的限制跟以前就不太一樣 那IC就不會是特定的某一顆 然後一直要換 它可能弄一弄 最後都還是同一顆 所以 因為它跟結構綁在一起 所以它就會有類似這樣的一個接線 比如說我需要接回收回來 然後我需要打PTN出去 然後我可能需要一個參考電壓 然後我需要一個控制器 去調整PTN DUTY 然後再把PTN DUTY這樣輸出出去 所以 在控制器跟結構上 它的結合還是一樣很緊張 那談到PulsePride就必須談到結構以外 每一種結構又分為它的控制模式 有電壓模式跟電流模式 那傳統的電壓模式呢 它基本上 我的回收從我的電壓回來之後 經過我的OP控制 OP控制的輸出直接跟三角波做比較 然後就得到了DUTY 然後就出去了 也就是說 電壓回路 基本上 直接就是產生DUTY 那Color Mode呢 就有點不一樣了 Color Mode它一樣讀電壓回收回來 然後控制 控制完它的OP的輸出 出來之後 接到一樣接到比較器 但跟上面有點不一樣 上面的那個正端是接到 這個地方 電壓模式就不同 電壓模式回來之後呢 它的正端我們把它往前推 這個地方是一個電阻 那電阻再往上是一個開關 那也就是說 當我開關導通的時候 我的電流從我的輸入電壓 電阻上的電壓 基本上就是電感的電流 所產生的一個電壓 那可以這麼說 比較器的正端就是電流的回收 所以電流回收跟我的OP輸出的比較是什麼意思呢 把OP輸出變成不是Duty OP的輸出這個點 它變成是一個電流命令 那我的電感電流 當我達到這個命令之後 它就會把 經過COG模組 然後經過OP 這個不是OP 這是一個Driver 然後把開關關掉 那麼也就是說 OP的輸出變成是一個電流參考命令 然後去控制出我要的這個電流 這個是什麼電流呢 就是電感電流 所以Curlerm Mode的意思其實就是 控制一個電感電流的意思 那麼常有人問我啊 POWSPA幹嘛分成兩種模式呢 那我們這邊簡單的介紹一下 應該說簡單的說明一下 因為其實Voltage Moment Curlerm Mode的優缺點 是非常的多的喔 那常常有一些論證說 這個好那個好 那我們今天講 它其實在哪些情況下 對某些應用好 哪些情況下對哪些應用是不好 其實這是沒有一定的答案喔 所以你要自己選擇 那我們講一個比較簡單的實例 它是有比如說像這樣的 就一個特別好處 比如說 一個降壓轉換器好了 我們假設有一個降壓轉換器 一個簡單的BUG 好解釋 那假設我這邊有5V 然後我Duty打50% 那麼我的輸出 就應該是 假設沒有效率是百分之百喔 那我這個輸出應該是 5分之2嘛 所以應該是等於 2.5V 這樣的一個應用 那這個時候呢 如果我做一個改變 我把我的電壓從5V 變成50V 那這個電壓模式會有什麼改變呢 它電壓模式是 它因為它這邊有一個OP 然後參考電壓假設就是2.5V 然後我的輸出接到這個地方大概 然後呢 我必須知道我的電壓這邊有變動 我的Duty這個地方才會改變 然後再跟三角波做比較 然後得到這個Duty嘛 也就是說它必須知道輸出有改變 它才會去改變Duty 所以輸出的電壓會變成 我一開始是2.5V 然後又50V變上去了 它會再突然變高 然後再回來 這是典型的電壓模式 那電壓模式就有一點點不一樣 電壓模式是 我把它畫成這樣 為什麼是這樣子呢 因為啊 剛剛我們講的 我電壓模式是控制這個電感的電流 對不對 我換個顏色 比較好辨認 我的電流模式啊 事實上就是把這個電感呢 透過我的OP輸出的命令 我剛剛不是說OP的輸出是一個命令嗎 那OP的輸出命令跟我電感電流的回收做比較 它有另外一個回路存在叫電流回路 這電流回路的命令會把電感變成一個定電流源 在這個地方變成一個定電流源 那當我的OP 一樣是2.5V 然後一樣接到輸出 然後去做什麼 調整我的電流 跟剛剛上面不一樣 雖然都是BUG converter 電流模式 它其實它的試意圖是長這樣的 這樣有什麼好處呢 當我的 我把它回復到這個 顏色 當我把電壓從5V變成50V的時候 這個電壓 理溫上不知道 所以呢 它理溫上是會變動的 可是問題在一個地方呢 我的負載 假設我現在負載並沒有改變 沒有改變 所以我現在的電流 是不需要改變的 我流經 電容跟負載的電流是不需要改變的 也就是說電感電流是不需要改變的 不需要改變 我的這個參考值是不會變的 對不對 那既然都不需要變 那誰變呢 這個時候Curln Loop 因為我需要維持一個定電流 這個電流必須維持 所以當你電壓上升的時候 這個電流回路會馬上發現 它會自動把Duty降下來 也就是說電壓回路根本不需要知道 它只告訴它 比如說我這邊要1A 打個比方 這邊要1A 當我電壓從5V變成50V的時候 我的輸出還是一樣要1A 所以它還是會想辦法控制出1A的電流過來 那只要電流不變 它輸出電壓是不會改變的 它是穩定的 就是差在這個地方 所以 電壓回路 電壓模式好 還是電流模式好 你應該這麼理解 如果你的應用需要電感的電流 受到控制 而且可以快速響應 那它就是一個好應用 如果不是 量電流有一個成本 然後你的電感的電流控制 還變得相對多一個回路回來 你也要多一個控制器 但是它的控制 它變成說有好處嗎 大概是這樣子 那以Column Ruber 以Bug這個應用來講 如果我的輸入電壓是變化極具的 變化大的 那它就是一個很好的 典型的應用範例 那電壓模式就相對不適合 然後如果輸入電壓固定 我只是輸出變動很大 那當然在這個時候 Column Ruber的好處就相對的下降了 另外一個是比較有趣的事情 大家可能沒辦法很快理解 那哪一個控制器好設計 其實你可以這麼看 所以電壓模式一個OP 我們再換個顏色 電壓回路是一個OP 控制一個電感 還有控制一個電流 它是二階模式 然後電流模式是一個OP 控制一個電容而已 所以電壓模式常常典型 你去看它的波德圖 它是二階系統 電流模式是一個一階系統 是這樣來的 因為它把一個二階系統 電流模式把一個二階系統 拆整兩個一階系統 一個負責去控制電感 一個負責去控制電容 當然一個是電感上的電流 應該怎麼說 一個是去控制電容上的電壓 那它把它拆整兩個之後 變成獨立了 獨立之後它的系統變得很簡單 在一個回路裡面 它就是一個一階系統 一階系統是非常好控制的 希望這樣一個簡單的說明 可以讓你快速的理解 電壓模式跟電流模式主要的差異 那有些人問 那可是電流模式 怎麼還有分 分別跟風值電流模式跟平均電流模式 還有哪一種有的沒有的電流模式呢 其實你應該這麼理解它 電流模式就是控制電感的電流 這是一個根本的定義 那風值電流模式 平均電流模式 各種電流模式 它只是說我控制的電感上的電流 是屬於哪一種電流 我控制它的風值電流就好 其他不管 那就是風值電流模式 我要的是電感的平均電流 那它就是平均電流的電流模式 我就這樣去理解它 免得你要背一大堆的模式 所以根本上應該是分成電壓跟電流 然後電流分成哪一種電流 這樣去 到這邊可能你還是有一點點 一頭霧水 那我到底 這個半數位電源是怎樣的設計呢 那我們剛剛有說過 在半數位這種平台呢 它跟以前不太一樣 它不是挑結構之後 比如說這個架構我們現在 畫面上選的是一個Sepic的PulsePride 那我們就去選一個PulsePride 對應的應用IC 這個架構有點不同 所以我們今天在這幾頁 就簡單的設計這樣的應用 比如說我要做一個LED測試 那首先我MCU要有電嘛 那 那 假設我們選了HV系列 假設我們選了一個MCU 然後裡面 內建一個Regulator 你可以把想像 好像裡面有一個小機能一樣 然後這個機能 它會有一定的電流 工作電流 所以相對通常是比較耗聽一點點 然後當然它瓦數也不像那個 7805那麼大 所以不要把這個5伏特拿去供應太多的東西 好 那我們 因為裡面有簡單內建的一個Regulator HV系列 所以這種IC 它只要外接一個電阻 它就可以在它的VDD角上 穩定出一定的電壓 讓IC可以工作 好 那接下來我們就開始要做回收的控制 那比如說我要控制LED的電流 所以我LED的電流經過一個向的電阻 產生一定的分壓 然後這個電壓回來之後 我要做控制補償 那所以我們就需要一顆OP的IC 那以這一頁來看 假設我們選定了一顆IC 然後這裡面的IC 它的OP 通常會有很多的輸入方式 比如說它可以接到 它裡面的固定電壓 參考電壓 DEC OP的實際引腳上 這個符號 就是實際引腳的意思 那這些引腳 有一定範圍的選擇 那這些選擇有一些好處 你可能還可以換 甚至說 有些使用者 並不知道你接到哪裡 因為限制你決定的 所以它在防偽上 還有一定的功效 那有了這個OP 我們還需要什麼 一個參考電壓 那這個參考電壓 就是一門小學問 為什麼呢 那比如說我們剛剛講的 我從我的電池電壓 直接接的電阻到我VDD 然後我就IC就有電了 因為我們內接一個regulator 可是用regulator這種東西 就會造成一個小問題 我的電壓是不 應該說不是非常的精準的 那我如果要拿來當我的電流參考命令 那我應該稍微很準才對啊 那參考命令通常來自於deck 因為我有一個數位類比轉換器 我把一個數位值變成一個實際電壓 那這個電壓呢 它的參考電壓 如果接到VDD VDD是不準的 那我的電流就不準了 那怎麼辦 所以呢 比如說我們就看到這個地方 那這個就是我們deck 左下角這個方塊就是我的deck deck就好比可變電阻 我這樣轉 那我們看到參考電壓 它的參考電壓往前推 推到那裡 它可以接到VDD 就我講的 如果你接到VDD 那你的輸出電壓可能 控制上就會有一點點晃動或是不準 那你可以接到 如果你需要很準的參考電壓 那你還可以接到外部的銀角上 讓它有一個更穩定的參考 另外一個方式是 就是IC裡面要製造一個另外一個東西叫做 SVR Fist Voltage Reference 它是一個固定的參考電壓 比如說每個IC有一點點不一樣 比如說我現在選用的這一顆 它的內建電壓是1.2 那它這個電壓跟我VDD有一個距離 所以VDD在晃的時候呢 這個電壓是不會動的 它就是固定在1.2 所以為什麼我們可以接到電池電壓去 然後不怕我們的輸出不穩定 因為我們內部還提供了一個固定的參考電壓 可以拿來做你的參考值 這樣就不會有這個問題 有些人甚至把這個電壓拿來當AD的校正值 因為AD通常是拿VDD當參考值 可是VDD在晃 我讀電壓就不準 我AD讀就會不準 有些人就會把它的FVR 透過AD讀回 我每個Channel讀到AD是準的 這有另外一些妙用在 所以我們現在已經有了 DEC產生參考值 然後我們剛剛也有OP 產生這個避回路控制 那有了OP的控制 我們接下來就要產生Duty 比如說既然要產生Duty 那我就是把我的剛剛說的 因為我這是CurlnMode CurlnMode 所以我的OP 就接到我的比較器去 那我們剛剛說過CurlnMode 所以我要控制電感電流 電感電流流經開關 流經電阻 然後所以下方這個電阻 就是我的電流回收 所以電流回收接回來之後 接到我的比較器對不對 那比較器跟他的參考值比較 OK 這個地方就滑鼠停了這個位置 就是我們接下來要做的事情了 我已經產生了一個Purln 那這個Purln目前還不能丟出去 原因是因為這個Purln 如果把它丟出去會有個問題 比較器的偵測啊 比較它會一個快速 一個上下上下的這樣一個晃動 我們理論上一個Purln 一周只能打一次嘛 所以接下來我們還要需要其他 那在我們這個半數位的IC裡面呢 我們把這個模組稱為叫COG 這個COG模組它有一些工作要做 首先第一個最基本要做的事情就是 把我產生的這個Purln Duty 實際上接到Purln的引腳上 然後把這個Purln打出去 那這個接的過程中不只打出去 它還會讓我們這個Purln 一周只能關一次跟開一次 而不會在一個開關軸體裡面呢 上下開關好幾次 因為它會做那個SR Latch這樣的一個功能 那我們現在用的是電流模式嘛 那後面會稍微簡單介紹一下 那現在直接講結論 就是我們電流的命令來自於OP 那OP接到比較器之後 去跟電感電流做比較 然後去做控制 那在這之間呢 當你的Duty超過50%的時候 你可能大家都多少少聽過一個東西 叫協律補償 這個時候是需要做一個協律補償的 那我們這個IC呢 也支援了內部就有協律補償器 這個協律補償器的協律 是讓你可以從內部調的 那後面還介紹一下這個補償器 從內部調有什麼好處 那現在這一頁我們就快速的 只是簡單介紹一下OK 我從裡面的協律補償器 也就可以直接完成協律補償的事情 所以這樣的線路就完成了 然後呢 接下來就一個 你如果有實際做過的人 就突然有一個想法 那P台灣頻率在哪裡 對不對 我OP沒有頻率啊 我去關掉我開關 這沒問題 電流頂到就關掉 那誰去開 另外 開開關的那個人 他才是真正決定頻率的人 因為他多久開一次嘛 關只是一個off的動作而已 他並不直接決定頻率 他只決定了duty 我們需要一個PDI模組 那通常都是從PIC裡面的CCP 就Capture Compare pDI Module 這個模組裡面呢 把它設定為PDI模式 PDI Mode 然後把這個PDI Mode 拿來提供應什麼呢 提供應兩個路径 一個是什麼 對COG 就是PDI負責High 負責導通 然後比較細負責關嘛 這樣就完成了一個 完整頻率的過程 他要接到協議補償器做什麼 因為協議補償是每一週 都要被reset一次 所以不要忘記了 PDI模組的那個High 的那個Edge Rising Edge 同時也可以拿來對比 那個協議補償器 做那個副位的動作 做reset 讓我的協議補償 回到初始位置 然後再重新做協議補償器 協議補償 這個PDI模組的 用處 所以簡單來說 簡單來說 我們剛剛就是一個過程 我有回收線路 所以我放了OP 因為我這個回收控制 我需要一個參考電壓 所以我接了DEC 那DEC裡面 我又另外接去FVR 因為我電壓需要 我希望無論如何 它都是固定的 所以FVR 因為我是Pick Color Mode 所以我需要協力補償 我裡面有 然後我需要一個比較器 去做最大電流的限制 OK 我有 我需要一個COG 做一週對一週的控制 我也有 我需要一個P大安頻率 可以控制 可以微調 我也有一個P大安頻率 所以 一個半數位的架構 基本上就是 你想要什麼功能 然後透過你的基本的概念 然後一步一步的把這些線 把它接起來 這就是半數位的一個控制概念 所以就可以 你可以理解 為什麼剛剛說 以前是先選架構 然後選IC 現在是你就選你的吧 因為呢 我的IC裡面的接線 是根據實際的應用 去做接線的 Voltage Mode 是這樣子 Voltage Mode 我一樣 我有一個OP 我需要一個參考電壓 然後把參考電壓呢 接到我的回收上 做控制 然後因為我沒有電流回路了 所以我需要一個三角坡 跟我做比較 然後這三角坡的頻率 來自於 一個CCP其中的P大安模式 然後我就可以得到我的P大安 但是不能丟出去 因為都是需要經過SR Latch 所以我們就用COG 這樣的一個模組 同樣的去完成的關閉 然後打開呢 一樣是透過前方的P大安模式 那你可能會想啊 那可是我要做同步整流怎麼辦 因為我也是為了效率啊 這個我不能用下面這個開關 我不想要用MOS 我現在用MOS COG它既然是負責把P大安發出去的 所以它 就可以被設定為 比如說我要做這個是半橋式的 你把它設定為 Hail Bridge的方式 那你今天可能是加一個變壓器 然後做 Push Pull推廣式的 或是甚至做Forward的 那你就可以在這個地方去設定 它是半橋式的啦 還是Push Pull模式 這是在COG做設定 它同時因為 你可能設為半橋 就會有另外一個問題出現了 這兩個開關是不能同時打開的 因為這樣會 電流從上而下直接貫穿開關嘛 所以COG同時 它也有一個功能 就是設定Day Time 所以Day Time 就在這個地方就可以設定了 那你可能又有一個問題啊 那我如果這個電流啊 剛剛 我這個電壓 就是說我在控制的時候啊 我這個電壓是高高高高高高 假設我把輸出關掉 那不是一直上去嗎 我可不可以讓我的這個Duty 做一個最大的限制 也是可以的齁 剛剛COG是透過前面這個P大安把它Turn On 然後比較器把它Turn Off 那其實這個P大安本身 它也可以設定一個Duty 對不對 比如說 我這邊加一條線 什麼意思呢 這個P大安High的時候呢 叫COG打開 ROAD的時候呢 叫COG關閉 那就得到你想要的東西了 就是我比較器都還沒有關之前 只要最大Duty已經來了 我就先把COG關閉了 這樣就可以完成一個 剛剛想要的功能 有一個最大Duty的限制 在這個設定上 所以COG它其實是非常彈性的啊 我們會想啊 剛剛那個還蠻單純的啊 如果我要做Interleaf怎麼辦 比如說我剛剛有一個燈 150W 我假設的齁 我做一個很複雜的矩震燈 150W 可是呢這個矩震燈呢 功能不錯 如果客戶要求要再多一倍的 ROAD的顆速 我要做更複雜的矩震 那我不想要我的電源啊 整個重新設計 這Ungrade都已經過了 我可不可以 很簡單的 就這個電路 這個硬體 我直接把它複製一倍 變成兩個呢 我們就試著 來試試看看 首先我們就把它先恢復 這一組的控制方式 對不對 有一個輸出電壓控制 然後經過血液補償 然後電流模式控制 然後給COG 然後我打出同步整流 好那我們現在再增加一組電源 怎麼辦 首先這兩個電流 必須平衡 因為我輸出要300W 我總不能Face1 100W Face2 200W 那我到底應該是一組200 還是一組550 那就變成不對了 所以呢 首先要做到平衡 那顆熱木就很容易平衡 好那我就把電流讀回來 電流讀回來呢 這兩個電流回路的參考值 來自於OP的輸出 也就是說OP同時給這兩組電流做控制 那參考值是一樣的 控制出來電流就會是一樣的 對吧 當然設計出問題 那是 那就是自己各靈折押 各人家 這個 控制出來 好那兩組變成 獨立的 因為你是你的Duty 我是我的Duty 對不對 Face2有Face2的Duty 所以我們產生另外一組Face2給他 那這兩個Face2呢 就變成是獨立控制 但是電流是一樣的 電流參考命令是一樣的 就自動達到平衡 然後要300W 兩個就是剛好都會平衡 一個150 一個150 我200W呢 就會一個100 這是我們就完成一個設計目標 對不對 然後呢 我希望這兩組啦 頻率要一樣啊 對不對 我還可以讓他這兩個的頻率呢 來的來源要一樣 甚至呢 我可以產生一個錯位 我希望他有一個 那個相位差 讓我的這個report 達到最小 然後得到的Performance EMI 都可以下降 這樣的一個複雜功能呢 在CIP 就變成非常的簡單 有非常的一個 很容易想像的一個產品 就是說 你可以發揮你的創意 在市面上不一定有這樣的IC 但是你可以自我的去設計 然後去使用它 那剛剛我們前面幾頁都在講的是控制回路 那我們現在開始講一點保護功能 保護對電源是相對也是很重要的東西 那我們提醒啦 我這個分享呢 只是跟大家講 可以這麼做 但不是只能這麼做 所以我希望這樣一個課程跟一個PowerPoint呢 是希望觸發你的想像力 讓你發揮更多的設計能力 或設計的想像力在你現有的產品上 來產生一些競爭力 大概是這樣的一個概念 不要只看說 這個保護不是我要的 重點不在意這個保護你要不要 而是 這樣的保護方式 有沒有辦法整合到你的東西 然後發揮更有趣的產品出現 比如說我們過腰保護 這個就很典型了嘛 對不對 比如說我突然這個輸出這個窄 突然把它拿掉 那怎麼辦呢 會發生什麼事 我現在把這個先把線接好 我透過我的一個比較器 去做比較 這個比較器我們去做比較 對不對 那這個比較器 去偵測我的輸出電壓 然後當我電壓過高的時候 我就去把這個COG關掉 我剛剛說過 COG的出發的Event 就是它的事件 是允許多個輸入的 那這個多個輸入 任何一個動作之後 它都可以去動作 而不是每一個人都要完成 這個時候 當我把這個輸出的負載拿掉 對 剛剛這個負載拿掉了 拿掉之後 這個比較器就發現了嘛 它趕快去把COG關掉 這個時候 這個開關就被關掉 這是一個很典型的快速的反應 然後這個是不經過軟體的 硬體自己動作 就符合到我們前面說的 你這個保護功能必須是獨立的 不能是被干擾的 那同樣概念 這個最大電流限制 在電壓模式下 因為電壓模式是不控制電流嘛 所以就需要做最大電流限制的保護 那這同樣概念 那如果我把電感電流 就是開關電流最大的電流 把它抓回來 然後經過一個比較器 一個參考電量的比較 然後頂到的時候把它關掉呢 是不是就相對很簡單的一個概念 那過溫保護呢 你可能想那一樣道理嘛 那我就在外面放一個 溫度偵測器 然後溫度偵測器呢 我用AD去讀 然後AD去讀呢 它可不可以關到P答案 可以的齁 所以我們這個語音的意思就是寫程式 我們可以讀AD 然後去判斷這個溫度有沒有過高 不只硬體可以關閉COG 軟體也可以直接把COG關閉 這樣就完成了一個過溫保護 可是呢 我剛剛前一頁是說 我這個過溫的時候 就把這個燈關掉 可是這個情況下 有些是不被接受了 比如說我現在正在開山路 然後突然呢 有一隻鬼出現了 然後正在追我 而且很明顯 它要把我幹掉 那可是山路呢 沒有燈 你也活不了啊 你要不是被它抓 所以要抓死了 不然就是掉到山裡面 就摔死了 那怎麼辦 所以呢 我們有沒有辦法一種機制 讓我的燈呢 在過溫的時候 它是可以被 調低亮度 但不要關的呢 比如說 同樣的我們還是 剛剛經過那個溫度Sensor 然後我們同樣用AD去讀 但是這次呢 我們不去關COG 我們做什麼呢 我們判斷一下有沒有過溫 欸過溫了 那我趕緊去做什麼 我調低我的輸出參考的參考值就好啦 比如說我是Power Sprite 我調我的輸出電壓 我是LED燈 我調我的輸出電流 這樣的一個調整方式呢 就可以很簡便的去做 Power Deleting的部分 就是當過溫的時候呢 我的輸出的功率啊 受到一定的程度的下降 讓我的燈啊 受到保護 但是又沒有被關掉 好 那剛剛的那個上一頁呢 是已經有說到嘛 我們可以做到Power Deleting 就讓我的燈呢 繼續亮著 但是 調降功率 不要讓它過溫 不要讓它關機 為了安全 可是呢 用了CIP啊 還要寫Core 有怎麼落差 對不對 就遜色掉了 欸 怎麼辦 那 那 有一個方法 可以讓大家參考 可變電阻 本身它是一個 我們從硬體 用硬體的方式來解釋 一般實體的可變電阻 也是三隻腳 一隻中間 中間就是它 它就是電壓分壓的一個概念 然後呢 另外兩隻腳 一隻腳接地 一隻腳接它的參考電壓 比如說5V 那我把可變電阻 調到一半 輸出就是2.5V嘛 好 同樣概念把它用在這裡呢 數位的deck呢 其實就是 還是一樣一個可變電阻 那它的參考電壓呢 那你可以調一下 像我們剛剛講的 FVR固定的 或是接到5V VDD去 對不對 它還有一個方法 我可以把它接到 實際的引腳上 那我再把這引腳呢 接到我的 我的Sensor上 那就可以做到一點啊 我的參考電壓 就是我的溫度Sensor的輸出 比如說NTC加一個電阻 也是一個電壓 這電壓 我如果邏輯設計對 這個電壓變高 然後 溫度變高 這個電壓變低 那這個電壓變低 我的deck的參考電壓就變低嘛 那我需要去轉它嗎 不需要啊 因為當電壓變低 我的deck參考電壓就會變低 然後我的deck輸出也會變低 那我的整個控制回路 控制出來電壓不就變低嗎 或LED電流就偏小了嗎 那就整個邏輯就正確啦 所以 這個接法呢 也是一個方法 你可以把你的參考電壓 直接接到你的sensor上 然後比如說我接到溫度 那溫度的變化 就直接可以影響到 我的整個power的輸出的功率 我這樣也是可以做一個方法 給大家參考 然後這個方法呢 我甚至拿來做PFC 大家可以想一下 這個東西跟PFC有什麼關係 這很有趣喔 提醒一點 PFC PWP要做得高 你的電流必須跟你的電壓 撐一定的比例 那電壓怎麼進來 這個地方就是一個有趣的訣竅點 而且還有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deck調整是有解析度的 可是我是deck沒有調整 我直接把我的參考電壓接到外面來 透過參考電壓的改變 影響到deck的輸出 所以有刻度嗎 沒有 所以這個地方呢 甚至是無 那個什麼 沒有刻度的喔 是無 應該說沒有布階吧 無布階方式的調整 這個 這個deck調整 可以做得非常的細 因為它就是類比的 它並不是數位的 接下來這個是一個非常有趣的問題 也是我第一次把客戶的板子 不小心弄騷了 因為我忘記還有這樣的一個問題 然後回來思考一下 發現原因 然後當然發現原因就 接下來就想出怎麼解 那我們看一下左邊和右邊的這個圖 其實上電流是一樣大的 那差別在哪裡呢 差別在 有些板子上 它會有這個大電流 我們平 穩定下來這個電流 跟左右兩邊是一樣的 都是250mA 那有些情況下會大了10倍到2.5 那這是怎麼測試呢 它有兩種情況會發生 首先簡單來講 如果你把一個車燈板 或是簡單一點 一個Power Sprite 這一般的Power Sprite就可以了 你把它那個輸入電壓快速插拔 非常快速的插拔 它會 當我這個IC發現輸入電壓開始往下掉 它就會把Duty開到最大 想辦法把電壓穩住 直到穩不住 然後就結束 正常來說這樣就結束了 然後下次再開機 要重新收拔 然後結束 然後就完成 對不對 關鍵再來是快速插拔 什麼意思呢 我拔掉的時候 我Duty開到最大 這時候我IC還有電 我是Post Prime的電 但我IC本身旁邊那些電容 讓我繼續活著 那這時候我就把電插回去 發生什麼事呢 在插回去的時候 因為Ice還有電 所以Duty打到最大的時候 這個條件還在 這時候一插是什麼 Duty就是在最大的情況下 所以會發生這個狀況 究竟你的電流會突然飆升到 十倍甚至不知道幾倍 因為這是看你的實際硬體的狀況 這是我的車燈版 這是我們一個車燈Demo版的量測結果 它會飆到2.5A 那這樣的東西是Power Sprite 我們叫POR 就是Power On Reset這個動作 這是我在Power Sprite遇到了 車燈居然也讓我遇到了 因為我想說車燈誰會做這個動作 誰會把 所以開關開關也要時間啊 問題在一個地方 剛剛我們說過 在車燈的時候 它的輸入電要有各種波形 其中有一種波形是什麼 瞬間驟降 然後再恢復 驟降再恢復 快速的上下上下跑 這個時候就會變成同樣的現象了 瞬間關閉 然後我發現 燈怎麼 那個電流開始下降 我馬上把DW開到最大 讓它維持住一個亮度 然後直到沒電 然後結果呢 我還沒有沒電 訂閱回來了 然後DW開到最大 就會有這個燈的現象 那這怎麼解決呢 這關鍵在於要先理解 我們把電拔掉 然後燈的回收是從我的這個 左邊這個紅點這邊進去 對不對 就比OP在控制的時候 它看來是回收嘛 結果回收怎麼那麼低呢 它就OP的輸出電壓 輸出電壓就往上升 想要把電流穩住 結果我電壓完全沒電了 可是還哪裡有電 這個輸出電壓 輸出電壓 雷射的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的電壓呢 事實上是決定在哪裡呢 決定在這個跨壓上 V-跟OP之間 也就是什麼 C1跟C3的電壓 只要C1跟C3這個電壓還存在 那V-OUT的電壓就會存在 V-OUT存在 電一回來 DW就會打到最大 所以呢 這個時候怎麼辦 那我們剛剛 如果還在看我們 混合型數位的平台 還記得的話 我們OP在哪裡 OP是在IC裡面 既然在IC裡面 線是我接的 那我可不可以做一些小動作 當然可以 所以你只要做一個動作 比如說我自己最常做的方法 我每一次MCU 我都知道有IC有被reset 甚至電壓有沒有變化 輸入電壓有沒有變化 當我真知道輸入電壓有一個 急速變化的時候 我會做一個事情 我會趕快把OP的副端這隻腳 跟正端這隻腳 跟OP的這隻腳 這兩隻腳 把它設定為IO模式 就是說暫時把OP拿掉 暫時的 拿掉之後 把這兩隻腳短路到D 當你把短路到D 等於是把C3短路嘛 對不對 所以C3會快速放電 然後那個C1呢 透過R2 也是快速放電 通常我個人經驗 因為這電容太小了 我個人經驗就是 你把IO設為D 然後等兩個NOP 你自己寫兩個NOP一個指令 然後呢 再把IO解除 恢復成OP 這個電壓就消失了 就可以完成這個事情 就是右邊這個圖就結果 它就可以保證 你每一次從開機的時候 都是安全的 你都不會有這種PUS電流 這個就是我個人的一個小技巧分享 當然有些客戶說 可是我現在做的是 像前陣子有一個客戶 他是做那個雷射投影機 他的電流是兩段的 他不是歸零 他是想歸到一個 比如說剩20%的亮度 然後再回去 這個時候呢 我們還有一個功能 有一個做法 比如說我剛剛是短路到D 對吧 那你可以把它短路到一個電阻上 讓它放電的時候 不要放到零 那這個時候 第一次響應會變快 這是一個巧思問題而已 所以OP 你看啊 簡單一個概念來講 我把OP放到IC裡面去 就這麼一個簡單的動作 然後你就可以開始發揮你的巧思 讓你的Power Sprite行為 開始不一樣 我第一次遇到這個案子的時候 那因為它燒了嘛 那也已經在量產了 不太能改了 那時候沒想到 有這個特殊測試 然後呢 一開始也沒壞 當然有一兩台會壞 所以那時候客戶沒辦法 然後也來不及改程式了 所以它的 如果典型來講 ASC ASC也是不能改的嘛 對吧 所以以典型的ASC來講呢 它就必須把MOS 原本可能耐到250mA以上 可能500mA就可以了 它要買到什麼 2.5以上 就為了撐過這個 因為撐過就好了 就不會燒掉了 對不對 但是不同條件下 電流還會上升 所以傳統來講 你MCU 可能稍微比ASC貴一點點 但是它在處理這些問題上 它所節省下來的成本 有時候可能超乎你的想像 因為它原本外面的硬體 它就不用那麼大顆的 原件去承受這麼大的電流 包含電桿 可能你買1A的電桿 現在改到 又買到30A了 因為電桿不能飽和 飽和等於短路 這樣的一些成本轉價 其實都是存在的 然後你要透過你的巧思 去保護你的線路 但是別人並不知道你怎麼做的 然後別人用你的硬體 配合它的控制方式 就是會燒掉 你的就不會燒 這也是一個設計上 保護自己的一個 還蠻有趣的方式 前面說到的都是 這整個設計的概念 然後過程 接下來要分享一些 其他的功能 還有大概能夠做什麼樣的東西 今天我們提到 PowerSprime蠻常見的Soft Start 比如說 因為我們Deck 是在我們的IC裡面 所以我們可以透過這個Deck 比如說把它設為0 電壓就會回到 輸出電壓就會等於0 接著我們控制回路打開 電壓可以開始上升 然後隨著 比如說我MCU裡面 放一個小小的Timer 這邊技術 然後一段時間就加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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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輸出電壓就可以隨著我 做這個 電壓的上升 緩啟動 然後我的程式在這個地方 就可以去做一些 針對Deck的修改 就可以完成這個Soft Start的過程 當然 除此之外 PowerSprime其實還蠻注重 電源跟電源之間的啟動順序 所以 同時 我們也可以透過一些 比如說電壓量測 我發現我去量前面 比如說紅色的電壓 還沒有上高達 某一個電壓之前 我就不要開啟 然後就是我們所謂的 啟動協調 都可以做到 前面有提到 這個有一個電壓模式 跟電流模式的一個大差異 其中一個大差異 就是對於輸入電壓的反應的速度不同 那假設 因為Voltage Mode這種東西 它就是便宜 因為它的線路相對簡單 所以便宜 可是假設這個挑戰 就來了 老闆就說我要便宜 我就是要 但是我速度快 那有沒有解法呢 這張圖就是一個解法 你可能還沒看懂 我們會不會解釋一個原因 就是說我們CIP 接受這樣的挑戰時候 那就要發揮你的想像力 然後把CIP接成 可以解決這樣 這個挑戰的一個解法 我簡單說明一下整個動作原理 就是我這個設計的一個概念 那傳統來講 綠色這條線呢 是OP的輸出 那OP的輸出跟巨子波做比較 就可以得到下面的Duty 這個是它的Duty的意思 那我們現在想做一件事情 當我的輸入電壓越高 我的Duty自動縮小 但OP不用改變 這樣就可以跟電流模式很像 電流模式就是電流在改變了 但電壓的那個環呢 都不需要知道 他給他的參考命令 都是一樣的 你看喔 所以一樣的道理 我就希望我的OP的輸出不要變 那不要變呢 可是比較器的動作 就是這兩個之間做比較嘛 所以呢 你就可以想當然而 所以 當我的比較器去做比較的時候 我要讓它 Duty可以改變 然後其中一個不能動 那就是另外一邊要動 所以我們可以做一個想像一下 如果這個綠色的不變 我把橘色的三角波呢 我把它往上抬 像這樣子 我把它往上抬 我把它往上抬 那抬上去的時候 Duty不就自動縮小了嗎 因為它 綠色的比紫色大的部分 就變少了嘛 因為我已經被抬高了嘛 所以整體概念很簡單 我們將 這個巨子波啊 加入一個offset 這offset呢 就是我的V印 那V印變高 它就把它抬高 V印變低 就把它恢復到原來的樣子 這樣一個概念 就可以完成一個功能了 當我的輸入電壓 突然變高 突然變高 我的控制器都還不知道的情況下 我的三角波就已經被抬高了 一抬高 我的Duty就自動縮小了 然後我負載沒有改變 我的其他條件都沒有改變 所有的OP都不用改變 它自動會停在這個Duty 然後就穩住了 這樣的一個概念 是不是很像我們電流模式 這是一個簡單的原理說明 我們就做一個簡單的範例喔 剛剛我們的OP輸出VCOM 直接接比較器 然後比較器接我的巨子波嘛 對不對 這樣本來是沒問題的 但是我希望我的巨子波的 最低電壓 這個最低電壓呢 可以透過VS把它墊高 這個三角波啊 我們協力補償器啊 這個協力產生器啊 是可以接到比較器去的 可以接到我們的DEC去的 那DEC呢 又有兩隻腳接到外面 一隻叫VREFU 一個叫VOTGE REFU 正 就PASITIVE 就PASITIVE 就PASITIVE和NEGATIVE 這兩隻腳呢 都是可以接到外面的 那兩隻腳認選 認選 那什麼叫認選呢 比如說我方便的話 我把它接到那個VREFU 然後FU把它接出來 接這隻腳 有虛線這隻腳 那我如果方便 我的腳 這隻腳是空的 好我就把它接到REFU 然後正呢把它接到外面來 做什麼 其實它就是一個BIPASS而已 因為 協力補償器 句子波產生器 這樣的東西 是沒辦法直接接到外面的腳上的 所以我透過我的DEC 然後我把DEC呢 把它短路 因為DEC是一個可變鏈組嘛 對不對 我可以把它轉到底啊 轉到0幅 或轉到最大嘛 最大是什麼 所以DEC怎樣 DEC可以轉到0 0是什麼意思 OUTPUT等於VREFU 我等它轉到最大呢 OUTPUT等於VREFU 這兩個都可以調嘛 那你方便接哪隻腳 你就把它調到哪裡 這樣的話呢 我就可以把我的什麼 VIN這個VS這隻腳 直接接到我的 邪力補償器去了 或是透過這一個腳 接到邪力補償器了 那接進去邪力補償器之後 那剛剛的事情就可以做了 因為 那個我們剛剛說了 邪力補償器的初始值 是可以被修改的 對不對 那我把它修改在這隻腳 這個時候 當我的VIN突然上升10倍 我這個邪力補償器 或是我的性能產生器 或是我的三角波產生器 都可以各種稱呼 反正它是一個邪力產生器 就會被墊高 墊高之後 DUTY就自然的縮小了 所以這個案例呢 我只是一個簡單的分享 從挑戰到構思 到把這個線接完 好這個好玩就是說 你看我把它接完了 如果我不解釋 我不知道各位看不看得懂 這張圖 看懂可能就是一回事了 對不對 我再把這個圖蓋起來 蓋牌 現在網路流行一個字叫蓋牌 對不對 投票來蓋牌 什麼都要蓋牌 好我把這個東西蓋起來了 那請問一下 你覺得你能夠想出來嗎 或換言之 你覺得你的競爭對手 知道你在搞什麼嗎 這是很難的 所以CIP呢 並不是希望大家 把事情做完 然後就結束了 你應該發揮你更多的巧思 讓你Powered Price行為呢 不太一樣 然後別人呢 根本不知道你在搞什麼 但是照著你的 別人的有問題 你的就是沒有 那他永遠想破頭 也不知道你裡面是怎麼做的 這是我們半數位店員 希望帶來的一個特別的東西 而不是讓你去模仿 ESC去模仿類比艾西 因為你模仿他沒有用 一顆0.1塊錢的東西 你花一個0.5塊0.6塊的東西去模仿他 做什麼呢 所以 最後大家應該是要思考 我怎麼保護我自己 然後把我的智慧財產權放在裡面 然後別人怎麼想破頭都想不出來 好吧 就讓他想出來也可能想到一個 同樣的東西我加了更多功能在裡面之後 他能夠全部複製嗎 這非常非常難的 那我們CIP還有一個特殊的功能 我蠻欣賞這個功能的 我把它稱為叫做維護世界而平 他為什麼可以維護世界而平呢 因為我在支援客戶的時候 經常發現一個問題 客戶的軟體工程師跟硬體工程師 經常爭吵不休 但也不是爭吵而爭吵 實在是受不了 什麼叫受不了呢 我一個Power Sprite 假設 硬體看得到就是外面這些元件 然後這個虛線包起來是在一顆IC裡面 先不管是哪一顆 它包在裡面 然後Power Sprite 出問題了 Power Sprite 出問題了 比如說輸出會震盪 這邊輸出有一個震盪 那這樣就會造成一個很麻煩的吵架現象出現了 什麼現象呢 我這個輸出有震盪 然後呢 哈威功能是什麼 你這個回錄哪裡出了問題 對吧 這問題在一個地方 為什麼會吵破點呢 原因在這個地方 通常軟體工程師會說 你一定是這裡有Noise 然後我讀到了 我的OP讀到了 然後我去改變我的開關的Duty 對不對 然後輸出就有震盪了 然後硬體工程師 沒有啊 我覺得這個沒有Noise啊 一定是你軟體哪裡寫錯啊 對吧 為什麼會這樣爭吵呢 因為你根本沒辦法直接證明 問題出在哪裡 因為它這個東西啊 這個東西 它是一個避回路 避回路這樣繞一圈 繞一圈 其實啊 兩個說的都對 Noise 從這個地方帶進去之後繞一圈 有問題 如果不是Noise 你從硬體的某個 比如說邪力補償 邪力補償補不好 然後Duty震盪了 Duty震盪之後呢 看起來也像是哈威在震盪 因為它是一個繞一圈嘛 任何一個環節 有任何一個地方 有一個干擾 有擾動 它都是會震盪的 都會有一個震盪的現象 所以就變成一個很大的麻煩 糟糕了 吵不停 因為 吵是因為兩方都覺得自己對 為什麼說CIP還可以維護世界而平呢 因為它還有一個很簡單的做法 既然你們是要吵架 那是因為這個原因造成的 好 那我們 我可不可以暫時把這個地方切掉 對不對 那我就可以產生Duty Duty Duty還會震 還有Noise 如果我把它切掉 這個地方還有Noise 那是誰的問題 那哈威要去解決 對不對 我打開之後 Noise不見了 震盪也不見了 那誰的問題 那就是你軟體這邊 是不是還有一些問題要存在 應該說震盪還在 但是Noise不見了 那怎麼辦 那軟體這邊有問題 所以這是第一個 CIP可以拯救的方法 第一招 把回路切斷 而且切在你想切的地方 比如說我可以切OP的輸出 我可以切比教器的輸出 我各個地方可以暫時性的把線拿掉 因為線是你接的 既然是你接的 你突然把它拿掉 這應該是很簡單的事情 對不對 第二個 IC有一個困難 我又不能把試波器插到IC上 量到某一個定壓點 那怎麼辦 這個問題也好解 也好解 怎麼解呢 既然線是你接的 我可不可以擺這隻腳 比如說這隻腳 欸 你確定你關的位置對嗎 好 沒關係 我把這隻腳怎樣 接到真正的引腳上 我試波器去量 量到這個腳 是真正的腳 接到的訊號 是真正的訊號 而且是同步於 真正的PowerSplight工作的 所以呢 CIP拯救世界和平第二招 是什麼 把裡面的訊號 把它接出來 尤其是 比較器的輸出 OP的輸出 各種模子的輸出 都把它接出來 當然有些時候 需要別的模組幫忙 比如說有時候 可能需要C螺系 接出來 有些時候 比如說像邪律補償器 我們現在這一頁講的 這個邪律補償器 邪律補償器 邪律補償器 的邪律補償器 是不能直接接出來給你看的 因為那個訊號很小 一接它可能會干擾 所以呢 需要透過一個OP 這個OP 接到懸律補償器的輸出 OP把它接成水火器 這個角 量到的訊號 比如說我這個量到訊號 應該是長這樣 它的訊號是即時的 並不是模擬出來的 它是即時的 所以呢 就可以拿來做debug 所以CIP的第二招是什麼 把訊號引出來 所以也不用吵了 是不是 對不對 就可以在示波器上 直接呈現給 所有的工程師看 然後開始討論 你這個邪律補償 原來不是寫錯 也不是接錯 邪律補償的量不夠大 需要調整 都可以在示波器上 直接討論 直接做修改 就是很重要的事情 在做 這種hybrid應用的時候 不要忘記它有這個方法 就不需要再用傳統類比的方法 把頭腦想破頭了 然後呢 一堆問題混在一起 也不知道怎麼辦 OK 那這也是我之前 在幾年前 幫客戶寫的一個小程式 那它呢 它的典型的問題 是這樣子 我們現在是揣摩 問題 然後構思 解決方法 然後去實際 驗證它 好 我們又再接受一個新的挑戰 EMI過不了 然後呢 EMI過不了 這時候哈威工程師會講出一句 非常有名的打臉各位的話 就是什麼 我硬體不能改啦 你想辦法吧 我硬體就不能改 無論如何就不能改 不管說什麼意見 不能改 那怎麼辦 所以這個時候 我們通常有時候 用到最後一招 叫頻率抖頻 那頻率抖頻呢 以這個案例來講 這個是打 我看一下 100K 200K 250K 我的P單打在250K 所以250K的倍頻 都會有這個EMI的一根一根的東西 那我們用簡單的方法 用示波器 先快速的檢查 我的板子的EMI電流 大概多大 然後呢 如果板子上可以解決 實際去測就可以解決嘛 對吧 所以這是一個線性關係 既然 剛剛還記得嗎 既然加抖頻可以解決 那我們就試看看嘛 OK 所以我這個時候就去把我的P單打加一個抖頻 就可以看到剛剛那一根 這個紅色的就是剛剛那一根 剛剛那一根是頂在這裡 所以它的倍頻關係 都因此被斬頻了 所以抖頻有時候要稱為斬頻 因為它有一種展開的效果 對不對 好啦 所以問題來了 問題剛剛是說 EMI我希望解決 然後呢 我的思考方向是 我希望加抖頻 那加了抖頻之後 就是它會有斬頻的效果 好 那你跟問啊 那解法呢 這是構思啊 你是怎麼做的 你要記得嗎 我們剛剛有在試著去推導整個設計過程的時候 有一個東西決定P單頻率 是誰 CCP裡面的P單模組 那CCP裡面的P單模組 決定了P單頻率 那我去改變它的頻率不就好了嗎 對吧 那它的頻率呢 你會去看 哇 它的解析度不夠啊 所以事實上啊 解決方法有兩個 一個是什麼 改變CCP那個模組的頻率 這是一個 第二個是什麼 不改變它 改變誰 改變MCU本身的Clark 因為P單模組的Clark來源 是來自於MCU本身最核心的Clark 工作頻率嘛 所以我這個案例是直接去抖 我的工作頻率的 就去做一下EMI的掃描 OK 那就看得到 它同樣的 本來是一根的 同樣的變成展開了 這些展開的效果 這個就是展頻的一個功能 它本來一根應該是大概在這裡 如果沒有記錯的話大概在這裡 過不了規格 然後就可以去加展頻去解決 但展頻其實建立的話 是應該是最後一招 因為展頻它會影響到 電源的轉換的那個什麼 Performance 是多多少少會影響的 當然以車燈來講 眼睛看不出來 那倒無所謂 所以呢 這個挑戰我們是講第一個 這是我的一個實務案例 做一個霧燈 那這個霧燈呢 它希望它在點亮的時候 在有些國家 比如說美國 那它的地方很大很暗 它希望它的燈打開的時候 不要瞬間點亮 我眼睛會痛 我們瞳孔受不了那個 在黑暗的時候 燈突然打開嘛 這時候我幫它做一個實務案例 我的電流可以調到非常非常的小 然後呢 可以調一個很穩定的一個電流曲線 讓它可以很舒服的 完成這樣的功能 那它其實它真正要的是一個 5秒的東西 所以我這個只是一個範例 我真正做給它是一個0調到5秒 然後眼睛看到的那個燈是慢慢慢慢亮起來 它眼睛就不會痛 可以保護自己安全 對不對 比如說你突然就點亮了 然後有一個人拿著槍出來 要搶劫 我突然不知道 等我眼睛恢復了 皮包都沒了 這個就是一個典型的應用範例 當然我那時候的挑戰不只這個 燈 我們電流從0 假設0 假設1調到1A 從0調到1A 眼睛看到的並不是0到1A 眼睛看到的是什麼 前面這個亮 慢慢亮慢慢亮 到了可能大概1 3分之1 1 3分之1跟1半到最亮這個地方 眼睛看到的是什麼 很刺眼 我們看到這樣亮亮亮亮亮亮很漂亮對不對 然後呢很刺眼 這邊眼睛看到的感受是這樣子 眼睛看到的感受是 一開始還好還蠻線性的 還蠻線性的 然後呢突然很刺眼 然後最後都是什麼 很刺眼 這樣的東西 所以這個客戶跟我說 這個我們希望改一下 OK 後來就把他改什麼 這個其實這個曲線是長這樣的 他眼睛看到的是什麼 哇很平順的 越來越亮越來越亮 然後到最後呢 到達到達最亮 這是他的目的 不管怎麼樣 這樣的控制在我們裡面呢 控制是相當簡單的 這兩個原因 首先 一般的ASC 一般的類比IC 基本上很難控制到幾乎沒有電流 他會進入一個閃爍的狀況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呢 我們的調光解析度 假設用DEC來講 我有1024格 就是說我可以切1000格 假設啦 設計到最佳的狀況下 有1000格 對我們眼睛來說 基本上是應該分辨不出來 有1000格的變化 正常來說啦 你那個有神眼睛的 有火眼睛睛的 我們另當別論 有那種眼睛的來找我聊一下 我滿好奇 你是怎麼看出來 1000格的 所以 這是一個典型的成功案例 這是我贏的一個原因 但 我的客戶希望這個 我想有些應用 也會有這樣的類似需求 另外一個挑戰是什麼 好 我現在接受PDIM 我有一個PDIM訊號 是200Hz到1.2K 假設 所以我希望我的Pulse Brine 只有這個地方high的時候 才能工作 所以你看到我們PDIM就這樣 這個地方是沒有工作的 然後呢 當我PDIM起來的時候 我這個地方才會有所謂的PDIM 這是我們典型的一個要求 然後這個要求呢 就會造成一些現象 你可以看到 欸 那我們現在 當然啦 我知道 現在有些類比IC 也有這樣的類似功能 那其實在更以前是 我在用MCU做這一塊的時候 是沒有看到類似的產品 那這個東西就跟我們剛剛那個POR 有點像 POR是什麼 我每次開關機的瞬間 電筒還沒放電 還沒放電 造成我的那個DUTY 一開機就開到最大 對不對 這個情況剛好相反 這個情況剛好相反 呃 也應該這麼說啦 它並不是開關機造成的 對不對 它是什麼 我PDIM本來就會有一個低鳴的動作 那當我把開關 把輸出關掉的時候 這一段關掉的時候呢 我的OP啊 會發現 欸怎麼輸出 沒有了 輸出不見了 這時候它就把DUTY 開到最大 DUTY就會是最大的 就會造成這個很大的PURS出現 這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 當我把開關關掉的時候 我把POWS關掉的這段時間內 我這個電容還在放電 所以我的電流啊 會拖尾 會拖尾 那拖尾就造成什麼 我的電流就好像電流電明一樣 這個地方會造成色溫改變 總體來說 色溫就不會是最完美的那個狀態 所以這個情況下 我們 就要去解決這個問題 這是挑戰嘛 那我們怎麼解決 既然我的輸出電壓是存在這兩個電容上 希望跟C3嘛 那我可不可以想辦法讓這個電容 電壓維持住 就是當我開關這段 開關OFF的這段時間內 DUTY不要再增加了 但是不要敲掉 不要把它清掉 我只是不希望OP發現輸出怎麼不見 然後把DUTY往上加嘛 我只是希望這個動作而已 好 所以我們希望 我們開始構思我們的解法 第一個構思是什麼 我希望我的這個 調光的瞬間啊 調光的瞬間 開關才導通 只要我的調光是結束的 我的OP就把它拿掉 這是我第一個想法 第二個想法是什麼呢 我希望我的開關關掉的時候 我希望我的開關關掉的時候 我這個開關 會自動同步於我的P端定名 那這樣就不會脫尾了嘛 因為我把LED關掉了嘛 所以呢 這時候我們要做的事情是什麼 事實上我們IC裡面有個模組叫DSM DSM會做一個事情 當我的P端定名進來了 我再換個顏色 當我的P端定名進來了之後 一進來我才把OP 把這OP開關接上 我才把我的這個 輸出的這個LED串接電容 接上 當我的 定名結束了 當我的定名結束了 下降源來的時候呢 我就把OP暫時拿掉 我把這個開關也off 然後它就可以完成這樣的一個 完整波形 這樣就可以完成這兩個 完成的 把它放大來看 你看喔 放大來看啊 正常來說 典型的應用都會看到 這個LED會有一個衝過去 為什麼 因為剛剛在前面電流被關閉的情況下 OP不知道 它把Duty打到最大嘛 我們這個時候不一樣 為什麼我們沒有這一根 因為在我LED被關掉的這個時候呢 我的OP 剛剛那個OP 前面加一個開關有沒有 這個開關是被打開的 電阻跟電容啊 是沒有接到OP的輸出的 這邊是沒有接的 沒有接OP的計算就會停止 停止計算 等我一回來的這個瞬間 這個Duty就會等於 原來剛剛上一週的Duty 它就可以完美的過過去 它的電流就可以非常漂亮的一個 那接下來我們簡單的講一下 血液補償的現象 整個推理呢 我們就不說了 因為這個時間有限 我們講的是一個概念 然後你能做什麼 那做Peak of Color Mode 典型來說 都會遇到這樣一個問題 就是當我Duty超過50%的時候呢 它的峰值 大家可以看到這條線 雷射筆的這條線 叫I Reference I Reference 就是OP的輸出 OP的輸出並沒有改變 並沒有改變 然後呢 這個紅色的線呢 是電感電流 它頂到了 關掉 頂到關掉 所以這個動作都沒有錯 這動作都沒有錯 但是會發生一個問題啊 頂到關掉的Duty過程中 就發生什麼 一大一小一大 然後又一小又一大 在實物上 示波器會量到類似的波形 就一大一小 而且永不停止 除非你改變負載狀態 只要這個負載不要動 然後讓它Duty超過50% 它就會有這樣的一個現象 那這個現象 我們稱為叫做 刺斜波震盪 大家可能多多少少都有聽過 控制器啊 最糟糕的情況叫 就是發生0dB跟180度 因為這次系統是絕對發散的地方 那在畫面這張圖 可以看得到 所謂的血液補償 引發的刺斜波震盪 那個刺的意思就是2 那2呢 的原因就是因為 它發生的位置 會是1 2分之1P大N頻率的地方 就是2 比如說你P大N頻率是200K 那它發生的震盪頻率啊 就會是100K 那在100K的地方 這屬於高頻 這屬於高頻 所以 而且是對Pulsefly來說 相對很高頻的地方 這個時候 這個地方的相位 早就已經是 180度 不知道多遠去了 那我們都知道 控制學最大的一個極限 不能發生0dB 180度嘛 那因為這個地方已經早就180度了 所以就不能再發生什麼 不能再發生0dB 不然這個系統就會發散 可是當你協力補償不做的時候 你會發現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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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AME的地方啊 就會從 最低的地方啊 慢慢往上爬 當你越來越靠近50% Duty的時候呢 它最後會爬到什麼 0dB 然後0dB 然後這邊地方本來就是180度 所以呢 就會開始發生系統 無窮不停止的震盪一直下去 所以 協力補償事實上真正要做的事情 就是 把這個地方降低 把0dB的地方降低 降低低到最好的情況下呢 是有20dB的一個範圍 那我們系統呢 保證不會震盪 不管幾台 一台兩台 一百萬台 應該都不能再發生震盪的問題 那 有些客會問呢 然後我就問他 你怎麼確定不震 是一台不震 一百百不震 一千台不震 還是永遠不會再震 這是一個很典型的問題 所以事實上啊 如果你不用博德土來量測的話 然後 你就必須保證你的計算是對的 因為你其實沒辦法 說服我或說服你自己 你真的 算的是對的 而且不會震盪 所以有些客戶後來就跟我一樣 就是量著博德土 然後直接也不算了 算也是可以啦 只是一個輔助 然後直接在我們的 因為協力補償內建嘛 然後我就在我協力補償去調我的協率 讓我的系統符合這個要求 然後設計就結束了 非常簡單 另外做法有些客戶就說 我沒有錢買這個波頭圖設備啊 那怎麼辦 最典型的做法就是去量電感下降協率 電感有上升跟下降嘛 量它的下降協率 然後把它乘以2 那個協率就是你的協率補償的協率喔 所以呢 我們啊 一般的客戶啊 就越來越多跟我比較 算抽籃吧 但是其實也是好方法 就是實際 在博德圖上啊 看著 看著那個 它的 那個協率補償的這個區塊 大概在這個位置 二分之一批單平六的地方二 然後去看它的 X0dB多遠 然後去微調它的協率補償 微調這個協率補償 然後就完成設計了 這是第一步而已啊 還有第二步 我說過啊 你模仿類比設計沒有意義啊 你要做一些不一樣的事情啊 那這個 這個 有一個客戶就跟我說 他希望啊 他 希望他的 Power Sprite啊 不管輸入電壓多少 不管載多重啊 他希望他的 動態響應都是很快的 那大家如果有注意看過的話 這協議補償的調整啊 是跟他的動態響應是有關的喔 那有機會我再分享一下 在影片上再分享 為什麼會不一樣 之後再分享 那 所以呢 有 有這樣的一個想法之後 就開始有個 開始做一些不一樣的事情嘛 那哪裡不一樣 既然你知道 協議補償會讓你的動態響應不一樣 那我可不可以根據不同的負載 根據不同的輸入電壓 改變不同的協率 當然可以啊 因為這是在裡面是可以調的 就是一個巧思 所以 我這個PowerPoint 這個講解過程中 都是一直希望大家有一個概念 去理解你現在挑戰是什麼 然後你能透過這樣的應用平台 去解決這個挑戰 然後加入更多的巧思 讓你的東西不一樣 而且不知道 不知道人不知道你在幹什麼 你的那個價值啊 對你個人來說 你的價值是一直在上 那我們講那麼多呢 我們等一下來講一點點實務案例 比如說這是我們的一個同事 做的一個reven design 這是一個參考設計 這不是客戶的東西 這是一個參考設計 然後呢 他就發揮他自己的一個巧思 你看喔 這同一個系列喔 同一個IC喔 然後他只是透過他的巧思 他把這些線接一接 做什麼 看這個標題 他做什麼 匡山Resident COT 又加COT 的PFC 的Flyback LED Driver 聽起來就很複雜吧 又有匡山Resident的控制 又有COT的控制 又是PFC的控制 又是Flyback 然後又可以控制輸出定電流 他這樣一個結合體啊 我不確定外面有沒有這樣IC喔 如果有的話你可以私訊給我 我也來看一下喔 我只是說 他接受這樣的挑戰 然後他根據他的構思 他把裡面的接線 想出來之後 只要能夠想出裡面的接線 接下來接線圖 我們等一下下面會有一些實驗給大家看喔 接下來就是很簡單的詩 難是難在構思 但難在構思才符合我們要的嘛 智慧才值錢啊 智慧才值錢啊 把它做出來就沒 就只是一個簡單的過程而已啊 沒太大的意思在裡面 難是難在怎麼構思 然後第二個 第二個那個設計範例呢 是 是我自己做的一個車燈的應用 然後大家可以看喔 這是一個我錄了一個影片 它這個是 近燈 然後遠近燈 然後還有輔助燈 它旁邊還有輔助燈 然後日行燈 還有跑馬方向燈 這個燈是會跑的 如果你看不出跑啊 要不就是網路太慢了 要不就是眼睛可能要看一聲啊 然後呢 這個方向燈 這個方向燈 還會根據那個 實際電流啊 是可以調整的喔 然後如果剛剛有注意看的話 方向燈在跑的時候 這個邏輯 這個邏輯 事實上用一顆IC 就可以全部搞定 這個車 當然我當初做的時候 因為有安規的 要限制 我那時候我的安規的IC 就有一顆 後來我用的是 所以我用了兩顆去控制四串 因為我這是四合一嘛 所以我用了兩顆IC 事實上 後來我們有一個 四合一的IC 過了車規了 所以事實上 整個車燈 一顆IC就可以搞定了 所以我可以控制我的 近燈啊 遠燈啊 還有輔助燈啊 日行燈啊 跑馬方向燈啊 這跑馬方向燈 也是我們專利 有興趣的話呢 你也可以跟我們聯絡 我們有一個 三條線的 跑馬方向燈的 實務案例 的demo 還蠻有趣的 那三條線裡面 沒有任何通訊線 所以他 你拉的再遠 EMI都不會 因為這樣而上升 然後也不用遮蔽線 買那麼貴的遮蔽線 所以他那個demo 如果有興趣的話 可以跟我們聯絡 那這也是一個實務案例 這是一個做充電器的客戶 那他第一次接觸我們呢 他是跟我說 他們是要做全數位電源 那我覺得還蠻有趣的 蠻納悶的 數位充電器是很合理 但是他的瓦數不大 聽起來就不太合理 所以我去側面了解一下 原來是因為他常常需要 他應付很多 多種客戶 但是量都不大 但他變成說 為了 這個平台 可以只是修改參數 就可以各種客戶 就可以通吃 他也方便 然後出貨速度也快 符合客戶的樣品也會快 所以他傳統的思維就是 類比不能做的 那應該是全數位了 那其實這種時候 你用MCU 就是很簡單的 不會殺機用牛刀 其他的功能 基本上用一顆Picker 那就可以完成 整個都完成 包括一些LED顯示 甚至可以透過通訊 去修改裡面的參數 這些都是很典型的一個思考方向 就是說 有時候類比不能做的 要增加功能 不代表一定要花很大的精神 很大的功夫去改成DSP MCU其實也是一個搓搓有餘的方式 所以講那麼多 到底 半數位 他到底應該 到底長什麼樣子呢 我想每個人聽完課 通常會有不同的想法 有些人給我說 他就像一個類比的FPGA 那有些人會有更多更多的想法 那這些想法都是好事 表示他已經觸發了你 開始思考 這個東西 對你來說是個什麼東西 DSP 所以這個東西就很好玩 那我喜歡我同事的一個分享 這個是我德國同事的一個分享 他說像什麼呢 他就像是在煮積木 這是他女兒組了一隻牛 然後他就有一個想法 CIP 我們剛剛不是用很多模組嗎 有血液補償器 有比較器 有OP 有各式各樣的一個東西 然後我可以組合出一隻牛 那到底半數位應該像什麼呢 半數位 他除了這樣的一個方式之外 他還能做什麼 他就想著 其實半數位就是這個意思 什麼意思 組出來還是一隻牛 還是一隻牛 可是根據我的需求 我希望他是一隻很頑皮的牛 對不對 所以我把它組合一隻頑皮牛 對不對 我希望把它組合出一隻很強壯的牛 那我就把它組合出一隻很強壯的牛 所以 Microchip所給大家的是什麼 我們有各種區塊 各種牛所需要的區塊 我們有電源所需要的區塊 你可以把它組合出什麼 一隻規規矩矩的牛 傳統的電源 我們也可以組合出一隻非常奇特的電源 然後非常的有趣的電源 然後呢 我的Performance非常的棒 但是沒有人知道你怎麼組的 因為我看得到是什麼 這個電源的外框 裡面是不知道的 我覺得這個圖是一個很好的概念 就是 事實上 半數位是希望各位 去理解我們有哪些模組 然後根據這些模組 你可以做哪些很不一樣的事情 這是整個半數位所要呈現的一個概念 大家如果對這樣的一個開發平台有興趣 接下來一些板子可以給大家做一些參考 首先我們官網上有這個同步整流的Buck 大家可以去找一下 然後參考它的線路還蠻完整的 可以供大家做參考 然後還有一塊是我們台灣自己做的一塊叫 我們叫Microbox的同步整流Buck 有時候我們稱為叫 PowerClick Ball 目前是2.0版 因為之前1.0是研討會的時候送的 我們現在進化到2.0 加一點功能 那它可以配合好奇版使用 右邊紅色的板子就是好奇版 好奇版有分8bit跟DSP DSP放在一起就是做全數位 那8bit的就是做目前正門課講的叫半數位 下面這個綠色我們叫做全數位的開發板 那它其實只是一個底板 所以還是要插這個Power板 它才能做Power的實驗 那當然下面這一塊綠色是專門給DSP用的 它是做全數位 有興趣的朋友可以在下面這個網址找到連結 進去購買 那我們還有車燈板 那這個沒有賣 如果需要的話是跟我們借 19年 這邊有寫 看得到 大家眼睛還夠好的看得到 我們EDF19年有送了這個板子 這邊有寫19年 送了這個板子 那這板子其實上是跟剛剛前一塊 綠色那個雙層板是一模一樣的 我們只是把它變得更簡簡 更方便設計 更方便參考 但所有的介面 所有的電路都是一樣的 我們只把LED綁在板子上 方便測試 那這個板子是台灣做的 那我們BU呢 覺得蠻有趣的 他專程幫我們把這個板子做了一個 App Note Application Note 叫AN3343 大家可以去參考 這個 你會發現 那我如果有這個板子 我程式怎麼辦 你只要參考這個手冊 它會告訴你一步一步怎麼產生程式 不用寫 就按按按就會動了 當然我後面等一下會有實驗影片給大家看 應該說參考 那到底我們怎麼設計這樣一個應用呢 比如說 最後一個板子就是我今天主要要用的 那個藍色的車燈板 那假設你的車燈 我先假設你的車燈跟我長的一模一樣 這個電路跟我長的一模一樣 然後你希望你設計出一個IC 可以控制這個燈板 所以這個IC 我們等一下就知道 我需要一個FVR 對不對 我都解釋過了 我需要一個DEC 我需要一個OP 我需要協議補償器 然後我要比他去做Current Mode 然後我需要一個COG 這個東西就剛剛沒介紹過了 怎麼叫DSM 你還記得嗎 DSM就是幫你做 Digital Single Modulation 就是幫你做 剛剛不是說嗎 我要Dimming 我開關在這個時候 我OP 我希望不要在 DSM 直接去控制OP輸出的這個閥門 這個閥門一旦被打開 OP會突然暫時不工作 然後在關閉的時候 OP會重新工作 就可以完成那個Dimming的 那要完成這些工作 MicroTuber有提供了相當多的工具 讓大家使用 第一個要使用的叫MCC 然後現在就是要用到這個MCC MCC 那MCC之外 我們BU 會發現 哎呀 這個MCC 還不夠好用 因為MCC是這樣子 比如說我要做一個Pick Color Mode的方塊圖 然後我可能要做 LED車燈 Savic 所以我要做Savic 我要做Pick Color Mode 然後我就接下來 我就要按這一堆 我要按這一堆 那個CIP的功能 然後MCC就是去按這一堆 可是按這一堆 對於純傳統的硬體工程師 是非常挑戰的 所以我們公司 這個BU 8bit的BU 就想說 對齁 所以他們就開發了一個工具 叫MCC 再加一個叫SMPS Library 它還是MCC 它只是架在MCC的上面 所以呢 你只要安裝了SMPS Library 它就變得很簡單了 打開之後它問你 你要做Savic還是做Buck 然後進去之後 問你要什麼Mall 你們剛才記得嗎 我們PowerSpy有兩個Mall 電壓模式還是電熱模式 之後 它下面 就全部幫你自動完成 等下我會有簡單的範例 給大家看一下 就是這麼簡單 所以它事實上不是取代MCC 它是幫你去按MCC MCC本來要自己按的 下面要自己按 它幫你往上提一點點 它就幫你自己按 然後有些客戶說 可是我不是做BUG 也不是做Savic怎麼辦 其實大家可以把它更open mind一點 Buck 它延伸出來是什麼 Inverter Push Pull Forward 拳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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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拳橋項羽 這些東西都隸屬於Buck 那Savic呢 Boost Flyback 帶右半零點開關的那種 Pulse Buy 都屬於Savic 所以事實上這兩大結構 已經涵蓋了多數的應用 除了斜正轉換器沒有而已 所以 大家不要小看說 只有Savic跟BUG 事實上 它已經涵蓋了幾乎九成以上的應用了 接下來是幾個Lab 因為我們今天並沒有面對面的做實驗 所以我單純就介紹 還有一些影片給大家可以去上網看 你看 這一頁是介紹怎麼安裝 MCC SMPS Library 目前我們MPLabID沒辦法自動去上網下載 所以你要自己去 Microchip.com.mcc這個網址去下載 最新的版本 目前應該是1.3.0 去按下載 然後安裝方式就寫在這裡 那關於安裝下載 如果有疑問 回去可以上這個YouTube的網址去看 這個影片 這是我拍的 我會教怎麼去安裝 然後怎麼建立一個簡單的Project 最重要的還有教大家怎麼手動變更 MCC的版本 因為MCC的版本 有時候我們可能要往往後 或是甚至往前回溯 因為可能MCC的改版是你不需要的 大概在這個影片也稍微介紹了一下 都還沒開始 叫Level 0 Level 1呢 我們就快速介紹 怎麼完成一個避回路控制 而且用的是DEMOS 我們SMPS Library有兩種使用模式 一種叫DEMOS DEMOS是什麼 我們已經有一個既有的DEMO Ball 我已經知道它所有的硬體接角 什麼都知道了 那我們就不需要一步一步去按 對不對 所以DEMOS是針對我們的DEMO Ball 如果你用的不是DEMO Ball 你不要用DEMOS 或是如果你用的你的線路跟我DEMO Ball 長得一模一樣 我說一模一樣是接角一模一樣的話 那你可以用DEMOS 是沒問題的 那我們接下來就是用DEMOS來完成這個設計 打開SMPS Library之後呢 記得當然一開始要先去設定你自己的Clock 那我們就不說了 那我們接下來很快的就是在MCC的DEMOS裡面呢 找到CIP SEPIC LED Driver 然後點擊兩下它會跑到上面去 跑到上面去之後呢 這邊只要找到右邊的按鈕叫 Upload All 它就會幫你把MCC整個設定完成 設定完成之後 按下Generate 產生Core 然後試著Compile看看 如果沒問題 就燒入 就完成了 這樣的一個電流波形 這是我們剛剛講的 這是P-RM P-RM真的有在打 就是這一塊P-RM 然後它電流呢 並沒有Overshoot 對不對 就完成了你看 剛剛只有三個動作喔 對不對 如果大家對DEMOS的操作有疑問 或是做起來怪怪的人 那你可以去看我網路上方的這個影片 因為我一些步驟啊 時間有限 我是有跳步驟的 在錄影片呢就是非常完整 大家可以去參考 既然有用DEMOS 就有另外一種情況下 我不是用Microsoft Demo Ball 我是自己的板子 那怎麼辦 我需要自己重新設計啊 沒關係 還有一個模式叫做Power Sprite Topologies 同樣的我們用同一個板子 但是我們這次不用DEMOS 我們改用Power Sprite Topology 來模擬說 你現在用的是自己的Power板子 你跟我DEMO Ball不一樣 你想要有自己的開發的方式 那我們就是今天這個實驗的目的 前一個實驗是使用 SMPs Library裡面的DEMOS功能 我們這次使用的是Power Sprite Topologies 就在裡面選擇你的所需 那我們這次選擇 我們就Sepic沒有數字的 Sepic LED1 Sepic LED2 不同的IC 它有不同的模組數量 那MicroTuber就把它區分成 一組、兩組、三組、四組 那組其實 要求或限制 它主要的只是為了做分類 比如說OP1 比较7U1 DEC1 它就變成一組而已 那你之間是可以互相交際使用的 那Sepic 你選1的意思就是 它盡量用1的這個概念 去幫你選擇MCC 那你需要修改的就比較少 那當然混用是無所謂的 那如果連數字都沒有 它其實就是給那種 只有一組的 所使用 那兩組裡面也有算是一組 所以 選沒有數字的 基本上就是等於Sepic 1的意思 這個大概是理解一下就可以了 那選擇 比如說我們現在用的是 Sepic LED1 你點擊兩下 它會進入我們的功能視窗裡面 然後點擊Sepic LED1 它要開啟它的對話視窗 這個時候同時 你只需要第一個步驟 按下Upload All 它就會幫你把所有的參數 代入MCC 完成所有MCC設定 那第二步驟這個Sloop Compensation 學率補償部分 並不是你要去按 而是 當然你也可以去修改它的學率 那那個 一開始如果你沒有Upload All的話 這個學率補償是不會設定的 然後我們剛剛說過嘛 那我要換怎麼辦 我這個案例剛好是這樣 我的Demo Board 我的Demo Board 我的比較器 就是選擇錯誤 那我這邊沒有寫到 我的比較器啊 我用的是2 但它預設是1 對不對 我剛剛選Sepic第一組嘛 所以比較器是1 我把它看成2 2很簡單喔 這個時候你就是進入你的Pers Modulator Block 在這裡面去選擇比較器 那我這個是很快速帶過 你對於細部動作 建議去等一下 這一段後面有一個影片 你大概可以去點來看 就是把比較器點了 點成2 然後按Update 那反過來 反過來我的Fold的比較器呢 我要改成1 剛剛是什麼 我的Pick Color Mode那邊 我要把1改成2 這個地方是故障的地方 輸出電壓過高的地方 我希望從1改成2 剛好相反 從2改成1 OK那我們就來這裡 把比較器 這是Fold喔 這是針對Fold Fold把2改成1 然後再按Update MCC並不知道 你實際的應用的接角是哪些 所以這個有一個很關鍵的步驟 是你要去設定你的接角要接到哪裡去 比如說你的Current Sense 就是電感電流 要從那邊回來 然後你的故障 輸出電壓過高 接到哪裡去 然後你的PickLine 是打在哪隻腳 這都要去做設定 然後設定後呢 就是要去 MCC 一定要產生Call 所以要Generate MCC才會真正產生Call 那這次不太一樣 這次不是Demo 不能直接按Compline 為什麼呢 因為Demo 它是既有的DemoBall 所以它什麼都是已知的 那你自己的應用呢 我們這個MCC 並不知道你什麼時候要做初始化 什麼時候需要把Power Sprite產生 然後Dive 你要不要啟動保護功能 所以呢 你的主程式需要寫這三行程式 一行是Soft Start 一行是Fold 要Enable 然後 Savic LED 1的Driver底層呢 要不要做初始化 這三行要自己找位置放 你什麼時候要開始啟動 你Soft Start 就要寫在哪裡 這是自己決定的部分 所以這三行程式要記得寫 寫完時候呢 就可以做Compline 然後進行騷錄 騷錄後 你就可以看到 這個結果呢 跟Demos是一模一樣的 當然是一模一樣的 只是我們用兩種不同的方式呈現 讓大家可以理解 有一個快速方法 還有一個是更接近 要實務應用 要修改的情況下 要怎麼辦的一種做法 那同樣我也放 這個細部的過程 非常仔細的過程 放在網路上 所以如果你做 做起來好像怪怪的 少了什麼步驟呢 你可以去參考 這個影片 接下來這個實驗 其實是相當重要的 我們一般電源拿到板子之後 第一個要做的事情 並不是避回路 而是開回路 因為只有開回路 才能驗證 這個板子是好的還是壞的 還是能不能加滿載 總不能燒了 然後硬體就 啊你是北漆 因為把我的板子燒掉了 那是不是它板子 根本不能超滿載 對不對 所以開回路實驗是相當重要 所以我們接下來用 MCCR 教大家怎麼快速建立一個 Open Loop的開回路測試環境 延續上一個實驗 因為上一個實驗是有 LED 調光 那 LED 調光 做開回路實驗不太適合 所以首先我們要加一行程式 讓我的 LED 調光啊 調到最大 就是沒有調光的意思 接下來一個動作很簡單的 再回到 MCC 然後去找出什麼 PERS Modulator Block 1 找出來之後 你會發現這邊有個框框叫什麼 Stand Alone Open Loop P.m 你只要把這個地方打勾 然後選擇你要的Duty 這個時候 Generate Call 看派 燒入 那以後我是假設我想要20% 測試一下硬體有沒有問題而已 那從結果來看 我們把丁名關掉了 所以電流變成都是固定的 百分之百的 那定Duty也確定停下來了 然後我們剛剛設定的20% 從結果來看 18.494 那是因為硬體 我們數位打出來到硬體 它還是有一些時間上的延遲 而造成一些Duty上 通常會縮小一點點 這個是很正常的現象 還有這個實驗的影片 我同樣也拍好了 然後放在網路上 供大家參考 希望有用 接下來的實驗是 關於頻率響應的量測 這個技巧需要一些設備 如果有設備的朋友 可以跟著我這樣做做看 為了大家參考方便 我將相關的引腳 都已經寫在這個PowerPoint上 有興趣 要做同樣實驗的朋友 可以對應一下 我是接在哪裡 那我們的量測方式 我們注入點都是固定在 這個位置 我們叫R Injection 我在板子上是找得到的 比如說我們這個要量Plant Plant是包含控制器 所以我就量A 就是OP的輸出 B是PowerSupply的輸出 A跟B之間量到就是我系統的Plant 如果我只要量補償器 我想知道補償器設計對不對 注入點是不需要改變的 我們只需要調整A跟B的位置 那A是輸入 B是輸出 所以A是輸入 所以我就把它量在 補償控制器的輸入 B是輸出 所以我就量OP的輸出 那AB之間量到的就是 純補償器 那我要量整個系統回路 一樣的 我們注入點不變 那所謂的整個系統的 OpenLoop的量測 當然就是 我的回收 我回收輸入點 我就是我的A點 這個OP的輸入就有A點 那B是量PowerSupply的輸出 這個地方就變成是 量整個回路 但是不包含LED 那如果你要含LED的特性的話 你就把B點移到 這個回收的這個 我現在滑鼠6 這個Feedback的這個點 這個不一樣 目前的這個圖 AB 只量整個OpenLoop 但不含LED 那如果把B點移下來 就可以含LED 這有一點點差異在 有興趣的話可以去看影片 我有稍微解釋介紹了一下 那根據這樣的實驗 你就可以看得到我們的波德圖 就可以看到我們的Compensator 我的Loop 還有我的Plant 都在這上面 那你也可以看得到我們頻寬 以我的OpenLoop這條黃色線來講 我們頻寬是停在這個紅色線 所以看一下 我們頻寬大概是12K 它的Face Margin是57度 然後它的Gain Margin是接近10度 這個系統是相當穩定的 那也是類比的一個典型的好處 就設計方便有 那整個實驗過程其實相對有一點點複雜 尤其是波德圖的兩側 所以我同樣把它拍成影片 那今天的課程呢 是快速的介紹而已 那有興趣做 如果類似實驗的朋友呢 可以上去在這個影片 稍微看一下我怎麼做 我有解釋一些 包含這個波德圖的注入的訊號 應該多大 我在這個影片都有介紹 讓你知道注入的訊號對不對 因為有時候量到那個頻寬 不一定是對的 看得到波德圖 不代表量到是對的 這個影片也有稍微介紹 歡迎大家去參考 希望也是對大家有 在這方面有所幫助 接下來是最後一個實驗 那我們整個半數位的概念 是有類比的好處 然後也有數位的好處 但核心的回路控制 其實是類比的 那既然是類比的 那就可以跑模擬啦 所以最後一個實驗呢 是教大家怎麼跑模擬 然後驗證 那我們所使用的模擬軟體 是MicroTrip免費的軟體 叫Mindi 那它其實是Based on Simplus 所以它其實是一套很高級的軟體 當然Mindi是免費 所以它在限制上 只有這個節點 數量是有限制的 那如果你對於節點的限制 是不滿意 或是說需要更多的擴充能力 那你可能就要去參考 那個Simplus原版的軟體 那免費的是有Net的限制 那我已經幫大家 把這個板子 就剛剛那個Sepic板子 畫好了 那也實驗過了 有興趣的朋友呢 我等一下後面的網址 會有下載的地方 那根據這樣的模擬軟體 你可以跑出 一樣同樣可以跑出 我的Plant 我的Loop 還有我的補償器 都可以跑 然後你可以去對應到 我們上一個實驗 去量頻率響應 你可以去對 基本上是一樣的 那這樣好處就是 你未來在調這種 半數位的時候 或是驗證你 想法的時候 事實上你可以在 模擬軟體上 就先跑完 你的概念 而不是一定要在板子上 踹那麼久 這個是模擬的好 有興趣 就是我剛剛那個模擬軟體 不是Mindy 就是我畫好的電路圖 有興趣的話 你可以去 YouTube的網址下 影片的下方 都會有相關所有的連結 包含我寫好的範例程式 還有模擬軟體 都可以去下載做參考 這個這一頁裡面的1234 就是呼應到我們前面 在做實驗的時候 不是有一個Sepic 12嗎 對不對 如果你的IC是可以 你選的IC是可以支援4組的話 就會所謂的1234 那1234其實就是 這樣的東西叫做1組 比如說有一個OP 有一個比較器 有一個DSM 這樣叫1組 4的話就是這個硬體 這些周邊的數量 是乘以4倍的 就是這樣的一個意思 這些線是可以混用的 沒有說OP1 就只能接到比較器用 我們只是說 讓大家可以理解說 我們有1234 這樣好理解而已 那我們目前有可以 控制一個的 兩個的 還有三跟四 這樣的系列分別 用到的工具呢 會用到MPLAB XID 開發環境 然後會用到坎拍的XC8 然後還有MCC 去幫硬體工程師產生 或是包含連我自己 最近也越來越懶了 寫程式都先找那個有MCC的 然後去產生基本的Core 然後我們有提供另外一個叫Express 可以在網路上 在網路上直接 等於說我們有網路版本的MCC 加SID 加Compiler 在網路上 如果你喜歡遠端寫程式的 也可以用這個 那總結一下 我們今天主要呢 我們 一直 Cover的一些東西 包括說 我們設計的一些挑戰啊 什麼是半數位啊 那到底有什麼用啊 然後 Debug 有多方便啊 然後怎麼保護你這個 在網路上 就算了 對 有多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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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